歡迎收看今天的用心顧健康 我是宋芷妮 先帶您來看到衰老是自然的過程 不可避免的 而美國史丹佛大學最新研究發現 人老化並不是一個緩慢穩定的過程 人體在兩個歲數變化最大 分別是44歲和60歲 會各經歷一次斷牙式的衰老 醫師也提醒 平時因維持良好的生活習慣 不熬夜少吃甜食以減緩老化 丹佛我今天想請問一下 關於抬頭紋這個部分 年過30 曾小姐發現身體慢慢出現變化 最在意臉上的抬頭紋 擔心一旦冒出皺紋 看起來就比較老 最在意就是皺紋的產生 這個我比較在意 因為有時候陰影處 你會發現你的紋路在 史丹佛大學研究團隊收集25歲到75歲 志願者的血液糞便皮膚等樣本 分析他們的RNA蛋白質微生物等等 結果發現44歲左右 開始會有心血管問題 針對咖啡因酒精代謝能力明顯下降 而到了60歲 對免疫調節碳水化合物的代謝能力變差 但共通點是兩個時間點的皮膚 肌肉老化速度急劇上升 比如說荷爾蒙的變化 甚至我們有些慢性疾病的產生 那到40歲之後可能 他產生出來的症狀就會比較明顯 生活方式也可能是老化成因 40多歲酒精代謝功能下降 應該減少飲酒量 而阿滋海默症和心血管疾病風險 也在60歲之後顯著增加 受基因影響 以及生活中的化學物質及壓力 都會造成斷崖式的老化 醫生就建議不要太晚睡 而甜食也要少吃 生活作息 那我們當然盡量不要太晚睡覺 盡量12點以前睡覺 因為我們知道 睡眠也會影響我們的老化的過程 甜食油炸少吃 因為你知道甜食吃多 對身體老化會很明顯 第一個外觀上可能就會產生變化 內觀呢 它可能造成身體一些代謝的疾病 醫生表示 預防剩餘治療 老化無可避免 平時應該維持良好的生活習慣 才能盡可能延緩老化速度 再過幾天就是中秋節 中秋三寶月餅烤肉柚子 但其實這些食物的熱量都非常高 第一名就是月餅中的大魔王蛋黃酥 因為小小一顆蛋黃酥 大約80公克就有680大卡 相當於吃下將近三碗白飯的熱量 高餅鋪外人潮爆滿中秋節將至 民眾敢來點面排隊 因為月餅禮盒搶飯天 檯面上琳瑯滿目 有鳳梨酥 蛋黃酥 還有各種種式月餅 加節將至 再不囤點庫存 下週恐怕想買也買不到 說到一年一度的中秋節 柚子烤肉跟月餅 中秋三寶比不可少 不過這些食物熱量可不低 尤其像是綠豆碰 蛋黃酥等 更是不能多吃 主要是因為他們酥皮 他們酥皮的話是一層一層的 有奶油跟麵粉 慢慢慢慢堆疊上去的 所以這時候它月酥 其實它本身的油脂含量也會高 以每分160公克為例 像是常見的廣式月餅 豆沙連絨內餡 熱量就高達350大卡 糖類更是來到55克 台式月餅也有250大卡 糖類含量29克 稍稍偏低 鳳梨酥熱量最低 173大卡 糖類含量也同樣降低不少 蛋綠豆碰 可是大魔王 小小一顆 160克就突破400大卡 至於人見人愛的蛋黃酥 許多人會以為它的熱量比較低 但其實它的熱量高達680大卡 堪稱熱量炸彈 如果你今天在控糖 體態控制的話 月餅能不能是可以吃 可是會建議一種方式 就是這種月餅 選擇不同口味 跟朋友一起分享 記得一件事情 多喝水 多吃菜 多運動 不看不知道 一看嚇一跳 像是文旦柚子等 雖然是水果類 但含糖量也不低 一次嗑光整顆 相當於攝取了 將近600大卡的熱量 至於中秋 絕對要吃的烤肉 營養師也指出 高溫碳烤 產生的油煙 致癌機率非常高 而典肥類的食物吃多了 也同樣容易踩進熱量陷阱 在佳節當口美食當前免不了吃上中秋三寶 不過還是得注意熱量攝取 免得廉價結束 體重暴增 北大新聞是以外來傳媒台北蔡宇峰報導 即時雞胸肉受到健身減肢的民眾歡迎 不過營養師點出 還是要徹底加熱後再吃 以免肉毒感菌中毒 其他專家表示 這樣的前提是建立在肉品加工過程中 受到肉毒感菌污染 才有可能發生的 因為肉毒感菌 本身喜歡真空包裝的無氧環境 要是不小心吃下 還可能引發呼吸困難 加上整排的雞胸肉 原味蒜味黑胡椒 統統都有 是健身減重民眾的好朋友 即時包裝吃起來相當方便 但卻有專家認為 最好可以先加熱再食用 營養師蔡正亮分享即時肉品類 本身三性低PH值大於5 加上真空包裝裡無氧狀態 有利於肉毒感菌的包子存活 如果加工過程遭到污染 很有可能就這樣 讓被吃下肚 大部分的生物 它可能需要氧氣來做生存的話 就可以抑制很大部分的一些 病原菌的產生 那肉毒感菌它比較特別 它是一隻艷氧菌 所以說當這些真空包裝的食品 它的原污料或製成的時候 有遭遇一些肉毒感菌的污染的話 那它可能因為真空包裝 它是一個艷氧的環境 然後又是低溫 它其實蠻適合那個肉毒感菌生存的 然後所以如果保存不當的話 它可能會造成肉毒感菌的一個滋生 那所以在建議在使用之前的話 可以充分加熱 然後讓那個一直消滅肉毒感菌 跟它的包子的話 那是風險上就會降低很多的 翻過包裝後面的確寫著 拆封就可以馬上食用 不只雞胸肉 各式各樣的即時商品 是現代民眾的忙碌選擇 營養師特別點出 在肉類乳味或是豆干等 製品上加工不慎 可能出現肉毒感菌毒素 想要避免一般來說 只要在45度以上加熱15分鐘 就能完全殺死肉毒感菌 否則吃下肚會麻痺神經 嚴重引發 呼吸困難 要是真的沒有時間加熱 可以再挑選上下功夫 購買外包裝完整 沒有液體勝出 真空包裝裡沒有小氣泡鼓起 聞起來沒有異味的產品 才能吃得方便又安心 巴拉新聞和平李松元採訪報導 你是如何敲開蛋殼的 相信很多人習慣敲碗邊緣兩下 再順勢打入碗中 但專家提醒 這樣可能讓沙門氏菌一起吃下肚 蛋殼上非常容易殘留 沙門氏菌 萬一隨著蛋殼掉到碗中 就會污染整個蛋液 一定要先清洗過蛋殼 再找個平坦的桌面 敲出纖維裂痕 小心用手不開 在碗圓敲兩下 再沿著裂痕 輕鬆就能把雞蛋打開 這是很多人習以為常的做法 但卻暗藏危機 當蛋殼的碎片掉到蛋液當中 上頭附著的沙門氏菌 很可能就這樣一起被吃下肚 專家強烈建議打蛋前要先清洗過蛋殼 因為雞脂排泄物當中含有大量的沙門氏菌 可能造成上吐下瀉發燒症狀 另外市面上部分標榜生食級的雞蛋 儘管經過初步的洗淨 但敏感族群還是不要生食 以免有生病風險 那沙門氏菌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是它有可能會感染我們的胆囊 變成所謂的急性胆囊炎 那如果我們吃下去的這個細菌 它其實蠻毒的 或者是我自己本身免疫功能是比較差的 是比較失調的 那這個細菌跑到肝臟裡面去的話 甚至可能會引發所謂的肝農氧 打蛋時要避免蛋殼掉入蛋液當中 可以在平坦的桌面上面做一次性的用力敲擊 再小心撥開配合打蛋前的清洗 才不會讓營養的雞蛋變成食物 中毒的溫床 八大新聞和平李松元採訪報導 充足的睡眠對健康很重要 但到底該睡多久才好呢 專家表示不同年齡層所需要的睡眠時間不同 嬰幼兒和青少年要更多的睡眠幫助發育 之後隨著年齡遞減 65歲以上的老年人平均睡眠時間大約是7小時 這是因為逆分泌激素和交感神經 都會隨著年齡增長而退化 連帶減少睡眠時間 難得的夏日當然要喉喉補眠 這是不少上班族跟學生的固定行程 我們都說每天要睡8個小時才算睡一寶 但根據美國的研究 不同年齡層需要的睡眠時間是大不相同 因為生理時鐘的這個運作呢 其實會隨著年齡的增長 它其實會慢慢的變頓 所謂變頓就好像視力 跟聽力一樣 長輩其實視力也會變比較差 聽覺也會比較沒那麼敏銳 那生理時鐘運作其實也有同樣的狀況 原來內分泌激素還有交感神經的系統 都會隨著年齡增長而退化 在3到5歲的學齡前兒童 每天可以睡到13個小時 青少年熟睡時間也長達8到10小時 之後隨著年齡增加而低減 到了65歲以上平均只能睡7個小時 但專家也點出 比起時間長短 更重要的是坐席有沒有固定 固定睡眠時間的長度 比起平常睡不飽假日大補眠 來的健康很多 一個人是每天都飯量都固定的 更一個人是暴飲暴食 有時候可能都沒時間吃飯 絕對是飯量固定的人比較健康的 對那睡眠時間也是一樣的道理 對那睡太多睡太少 也可能就是說 像我們平常我們都是只吃這個 半飯飯的食量就夠了 但是每天就是強迫吃兩碗 那這時候其實會生病的 失眠又暴眠不規律的生理時鐘 會影響免疫功能物質分泌 罹患癌症等慢性病風險 比起正常暴增41% 盡量維持固定的睡眠時間 還有長度穩定身體的生理時鐘 巴拉新聞和平李松元採訪報導 民生八方式 盡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